貨車開到路口突然緊急煞車 而後面載運的沙拉油桶 就直接衰落在馬路上 上百個油桶散落50公尺 而路面到處都是沙拉油 就怕發生意外 民眾趕緊報警 其實我們已經有請環保局先過來清掃 但是其實地面上還是充滿了油漬 其實讓行車經過的這些騎車的民眾 也相當的危險 造勢的主因還是載沙拉油的 我覺得他們這個廠商應該要出來 處理這善後的事情 事發在25號深夜11點 一輛貨車載運將近1000桶的沙拉油 從台南出發要送貨到基隆華爾街 車輛行進成功二路時 油桶沒有固定好 160桶的沙拉油砸在地上 破了100桶 造成1700公升的沙拉油倒滿路面 發現一部引大貨車 車上載有大批沙拉油桶 因為司機沒有綁好 而至油桶約100多桶 滑落至地面 沙拉油桶這麼一摔 可累壞了環保局清潔隊員 花了四個小時才終於清除完畢 雖然路面被清理完畢 但地面上還是油膩膩 看起來就像剛下過雨 提醒民眾經過這裡 可得小心慢行 以免摔車發生意外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可不施可賞 歌詞